我们看一下他写了什么 他有写到手机故障 屏幕不显示 像这种情况 我们先把机子拆开 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这个排线是有焦的 我们打一点点530上去 这样比较容易拆一点 这样焦拥解了以后 我们轻轻拆一下 他就下来了 我们先测试一下电流 发现扣上电就直接打表了 这种并不是没有显示 而是扣电打表 我们直接把主板拆下来 进行维修 先测量一下电池端的阻值 看有没有对地短路 短短路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电池座已经短路了 我们先把第一端所接到的电流 元件 轻轻把上面的胶刮了 然后在这些元件上上点松伤 看能不能烧出来 如果这样子可以烧出来的话 那我们就不需要再分层了 翻线在烧机的情况下丝毫没有动静 先把板子洗干净 然后我们直接用加热平台将这个主板进行分离 等油点上来的时候我们在周边上点焊油 让这个吸点更加圆韵 因为等一下我们拆下来以后就不需要再重新击吸了 用镊子轻轻将主板拿起来就OK了 我们单上层板扣电看一下会不会短路 扣上电还是短路的 那就说明是这个上层板造成的一种短路故障 我们先清洗一下板子上的杂技 等一下我们再从这个板上上松香 要是我们最熟悉的松香大法 烧机的时候我们调个2.5V就够了 千万别把电压放太高了 好了这个充电IC直接发业了 身上一丢丢表妹最讨厌的地沟油 我们在拆的时候风枪嘴尽量往外吹 不要对着CPU 861500度直接干它 然后在称这个焊盘叶的时候 直接把上面的吸脱干净 拆掉这个芯片后我们再量一下这个电路 现在这个电路已经恢复了正常了 我们直接找一个拆机的芯片给它换上 不要再用原来的那一个了 那个应该是已经烧掉了 然后再上一丢丢发生油 将芯片装上去 装芯片的时候我们尽量选择风枪嘴往外吹 不要吹着其他地方 然后我们再使用电源台进行开机测试 我每次都有说到电流很重要 OK机子已经开机了 再扣上屏幕测试一下 看屏幕会不会亮 OK扣上它的屏幕发现它的屏幕已经是坏掉了 扣上就大电流了 我们在店里面找了一块吸机屏 扣上给它吸一下看 OK 已经点亮屏幕了 那就说明它的屏幕也是坏的 这个时候我们将主板的上下层贴合 我们不需要再集息了 当我们看到主板慢慢往下贴合的时候 以后我们就在四周上点松香上点焊油 让它复位 主板降温以后 我们还要再次看一次电流 我提醒过很多次了 每焊接一次都要测系一次电流 这样我们修机才会得心应手 确定电流正常以后 我们再装机测系 我习惯插上充电器自动开机 因为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电流 发现电流不正常 我们可以直接拔掉了 好了 机子已经完美修开机了 但是它已经停用了 其实修机很简单 只要我们用心一点 就OK了 好了我们也没有它的密码测系 这台机器我们相当于完美修复了 我们长期待学员 分析地培训和远程培训 如果要需要的朋友可以底下给我们留言 或者私信表妹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能给到你们学习的帮助的话 就帮忙点个赞 好了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